这才是振了8斤的天空蓝 品质也很高 内部的一点点的雪花绵 也算得上这个料子的特点 这个天空蓝的料子 是我们的一个粉丝大哥 找我们定制的 之所以这么蓝 主要是它那个厚度 也比较的厚抓 然后还有就是 它那个肿水也比较的好 如果这个料子从中间劈开 做两件的话 它那个蓝味就跑掉了 我给这位粉丝的建议 就是说整件一起做的 起货的效果 蓝味会更浓一些 像这种品质的料子 我们也不会发太大的功 在里面雕刻了 因为很多东西太复杂了 它这个蓝味就跑掉了 结合这位粉丝提出的那些要求 他想做一个鲤鱼月龙门的体材 首先我们利用宽的位置 做那个龙门 旁边做的两根柱子延伸下来 然后柱子上面 我们做的两只的那个龙 盘在那个龙柱上面 白棉挖掉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想做那种力增上游的那个鲤鱼 然后背面的位置 我们也是同样的那种设计理念 这个鸟子我们在雕刻的过程 好不会省耗太多 重要的就是把蓝味为主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件作品的起货效果 下面我们就直接准备开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kapitor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先跟着镜头看一下天空的颜色 内力的天好久都没有蓝过了 这个料子做出来的取货效果比内力的天空还要蓝 像这种料子最大的价值和抗点就是它的蓝味的 所以说在处理手法上面我们是以蓝味为主的 再结合粉丝要求的那些体材 我们也把旁边的那一点点的黄雾给应援上了 虽然说整件作品是立体雕刻的 但是料子本身的品质和蓝味足够好 所以说在自然光下面的取货也是蛮不错的 蓝味也比较的浓郁 这件作品的取货效果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也给粉丝发过去的 他也比较的满意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我是施展卫晨凤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一个难得去评价了雕刻师而已 记得关注我